嗨,VOGUE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佳彥 今天破天荒的要來教大家我的一些美妝小技巧 像我自己就化妝的時候重點比較會在眼睛 尤其是眼線對我來說很重要 我會喜歡用眼線液就勝過一般的眼線筆 我的眼睛我的眼型的話因為雙眼皮沒有那麼明顯 但我會希望眼線畫上去之後還是看得到有雙眼皮的感覺 所以我會畫比較裡面就是內眼線的部分 然後再去加強眼尾 先瞄然後把 哇天啊,一邊化妝一邊講話好難喔 我從來沒有在化妝的時候這樣講過話 就當你裡面整個塗滿之後就可以拉眼尾 把它拉出來 好好畫喔,這個怎麼會這麼好畫啊 然後這樣就完成了一隻眼睛 我會習慣拉長一點然後會比較平拉 不會,但是看每個人有的人會喜歡最後眼尾是飛上去的 就會感覺比較有精神 但我會希望眼睛可以柔和一點 因為我的臉部線條算是比較 比較剛,比較中心一點 眼線畫完整個人感覺就很有精神 其實已經可以出門了 可是如果你還更需要再有妝感一點的話 還可以加睫毛膏 我會刷在可能是眼睛的中間 哇,好美喔 然後有時候我下睫毛也會刷一下 好耶,完成了 眼睛變得很有精神 然後其實平常我只要 稍微有一點眼妝,有眼線就可以出門了 希望大家覺得好玩啦 會覺得無聊嗎 喔,好啦好啦,好,謝謝,謝謝大家 哈囉,我是Qi Lihan 我現在在巴黎的時裝中 我今天呢要來告訴大家 我平常怎麼化妝 最大最大的關鍵就是 眼線筆,眼線液 因為呢,我平常的招牌就是眼線 所以呢,我告訴你們 這一支眼線筆真的很好用喔 好,畫完那眼線之後呢 我會再用 這支銀色真的很好用 因為呢,它是源頭的設計 基本上就是畫兩筆,線條就出來了 從眼尾這裡輕輕的畫一條 這裡的畫一條 先把線條勾出來 然後接下來,因為它筆頭 不是源頭的設計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把它塗滿就好 好,接下來呢 我會再用比較 細頭的眼線液 去把整個眼線 修得更精緻 尖頭的 這支很細耶,很 很黑,很濃 眼尾一定要撈得非常的尖 因為眼線是我的招牌 所以我很care這個 完成 教大家一個小秘密 如果你很害怕眼線會暈的話 畫完眼線液之後再壓一層眼線膠筆 因為有些人眼皮比較容易出油 所以你可以這樣做 畫完眼線膠筆之後 我會再壓一層眼線液 好,OK,畫好了 整個眼睛啊 一到了下午 就是邊邊角角都容易陰的黑黑的 該怎麼辦啊 首先呢,你說你是用眼線筆嗎 對,我都是用眼線膠筆 就是這種細細長長的 嗯哼,因為啊 我們有時候眼線筆 前面太鈍 就會一直畫到 睫毛上面 那睫毛上面 其實沾了很多眼線筆的時候 你一整天一隻紮一隻紮一隻紮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睫毛上面的眼線筆 暈下去 掉下來的顏色就對了 所以呢,我們畫的時候呢 盡量不要沾染到睫毛 所以我的習慣其實是 先畫完眼線再加睫毛 然後呢,其實現在也不流行 整框眼睛都畫黑色眼線 所以呢,我們眼線其實可以針對在 後眼尾就好了 就只要加後眼尾就好了 對,有沒有看到後眼尾就好了 對,有沒有看到後眼尾就好了 然後往下 稍微拉垂 然後下眼線可以稍微 包覆住 因為你下眼線啊 如果也有畫一點點的時候 你上面的眼線 暈下去的時候就看起來 不是那麼明顯 可是那還需要用眼線液 把它 把它定色嗎 一般眼線液的部分 我覺得可以針對你的睫毛的根部 對,因為睫毛根部是很理念 內眼線的部分嗎 對,內眼線是最會暈的 對,所以呢 我建議如果很會暈 像小龍你那麼會暈的話 我建議你睫毛的根部補的時候 還是用眼線液補 那老師可以推薦 哪一種眼線液 眼線液 因為你現在有些是那種 像是你看是這種 像是這種一條的 對 然後也有像老師這樣是 乙狀的 對 那哪一種 初學者還是用這種 自來水筆型的 會比較順手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個 補在 睫毛的那種根部 的根部 然後你畫的時候啊 這個是眼睛的話 我們畫在睫毛根部 是用平行的去壓就好 就是這樣子點點的平壓 對 不要一口氣就是把它畫到尾就對了 我剛才在畫你的時候 你就不會那麼不舒服對不對 就這樣壓壓壓壓 就是像連連看一樣把它連起來就可以了 真的如果這樣是對那種眼睛容易敏感的人的話 這樣的話把這種平壓式的點點看 真的很好用 就不會不舒服 對 如果呢眼頭的部分呢 我們也加一筆在這個七字型這個地方 就會讓你的眼睛的前面更深邃 然後呢你的眼頭的七字型呢就會更明顯 那這個時候眼睛呢 就不會看起來可能泡泡的啊 會那麼平淺的感覺 好 大家好我是曾佩慈 今天要跟大家說我到底是怎麼畫我眼睛的呢 我眼睛其實只有一個重點 就是我的眼線絕對不能畫到外面去 因為我的眼皮 雖然我的看起來好像沒有到很內霜 可是也不是大霜 那研究過很多方式 就是如果我不想要貼雙眼皮貼的話 我就會只畫內眼線 這樣子不但可以把我的眼神畫得有深 可是又不會讓眼睛的那個折不見 那以前我慣用眼線膠 可是眼線膠有一個缺點 如果你的筆刷旋的不夠 不是那種扁平型的齁 你很容易失手 所以最後我發現你只要挑選對的 好一點的防水的眼線液 就是它的又夠細 然後其實只要畫龍點睛就好了 我現在已經練到 其實我可以不用像大家一般看到的 翻眼皮畫面 這樣 我不用這樣我就可以畫 因為呢 你如果把睫毛夾起來了刷完 它其實就呈現一個比較固定的狀態 所以我可以只要找到一個仰角 就算你在高鐵上補妝 就算你在餐廳補妝 還是沒有人會覺得你醜 就這樣把眼睛睜大 還有一種無辜感 與此同時 有的時候你會不會覺得就是 也奇怪為什麼眼線畫好 但是總覺得少了點什麼 沒有錯眼尾很重要 我這邊偷偷提供大家 不是偷偷啦 就提供大家一個小技巧 我會用那個眼影刷 刷一點 我選擇不帶燭光的 然後偏 也不用到真的黑 因為 你知道它還是有點自然 然後從眼尾這邊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個 就是略紅的地方 就眼尾射出的層面會 然後你就 你就順著這個線就對了 這樣 欸 完成 好 好